去美国波音公司官网报道,印度空军从美国进口的AH-641和CH-47F这两款战机已经开始试飞,这意味着印度很快就能装备这两款战机。 按照美国的生产速度来看,只需要三年左右即可交付完毕,虽然印度购买的22架AH-641起大的作用极其有限,但15架CH-47F就未必了,且印度后市很可能还会继续购买CH-47F。 这款直升机才是我军最羡慕的装备,CH-47F是全球最先进的运输直升机之一,拥有极强的运载能力,虽然就整体作战能力而言,这款直升机不如CH-53型,但这款直升机非常适合在战舰上使用。 其和CH-53相比重量较轻,也更适合普通的两栖船物登陆的使用,唯一的缺陷就是长度实在太大,但选一折叠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。 CH-47F的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22吨,载荷也在10吨以上,短距离起降可以运载超过8吨货物,长距离也能超过5吨。 22,这种运输直升机介于美军的CH-60和CH-53之间,它是一款非常合适,运载重大质量货物的运输装备,尤其是其相对狭长的尺寸可能折叠的特性,让这款直升机在战舰上非常合适装备。 美海军的两栖攻击舰在携带CH-47的时候,往往都可以一次性携带40架以上,例如黄蜂级两栖攻击舰一次性,就能携带42架CH-47或者22架MVR,而或者CH-53K。 这些直升机可以带来极强的运输能力和战术突进能力,恰好是目前的硬军最需求的。 自然也是我军需求的,因为我军还没有类似的装备,我军目前装备最先进的运输直升机也只不过是13吨级的G-18型,这款直升机的战盒最大可以达到5吨左右,而在计划大批量生产的运输直升机,则是10吨级的G-20,最大战盒可以达到4吨,目前我军根本没有起飞重量在20吨,30吨的大型直升机。 而这种先进的大型运输机在作战中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,不管是在特种突击作战,还是在战术级突进或者海面垂直登陆,以及机架作战方面,都非常重要,尤其是30吨级的运输直升机,在和一般可以达到15吨以上,已经不要于战术运输机。 按照我军的标准来看,一款15吨级的战术直升机可以调挂两个4吨级货枪,和两辆装配好的山猫行全地行车,再加上机舱内的超过30名士兵,完全可以轻松支撑一次排挤突击作战。 一艘两气攻击舰可以携带20吨级左右这类直升机,即可轻松支撑一次迎接的突击作战。 这种能力我海军一直非常羡慕。 但目前来看,印度有可能比我军首先达到,我军的先进运输直升机目前依旧在研究所里,还没有变为现实。 而拥有这些武器生产能力的美国,不可能像我军出口这种直升机,我军的30吨和20吨级直升机都在研发当中。 随着技术进步,像必还需要3到5年即可交付我军测试,随后进行1到2年的测试即可交付军队服役。 届时我军装备这种直升机速度,肯定比验度快得多。